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越來越多主流媒體 都開始承認Joe Biden的兒子 Hunter Biden的筆記型電腦是真的 也就表示我們之前看到那些東西 那些罪行,那些跟國外政客搞貪污的內容 也全部都是真的 也就是說10% for the big guy Big guy就是Joe Biden,也都是真的 證據全部都擺出來,但是還是由左派的人拒絕承認 我很感謝,我是Daniel Schmitt 我是一位大學學生 我的問題是給 Ms. Applebaum 所以在2020年,你寫著 那些人在外面的報道 不必必須要學習習慣的事情 不必須要學習習慣的事情 充電腦,當然 後來後來發現 如果他們知道 那些人聽到自己的耳機 16%的 Joe Biden voters 會有變得更改變 現在,我們知道 幾個月後, The New York Times confirmed that the content is real 你認為這些媒體 有變得更改變 當他們認識 你知道 Hunter Biden's laptop as Russian disinformation an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at in ensuring that what we label as disinformation is truly disinformation and not reality? My problem with Hunter Biden's laptop is I think totally irrelevant I mean it's not whether it's disinformation or I mean I don't think the Hunter Biden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who should be President ofthe United States so I don't find it to be interesting I mean that that would be my problem with that as a major news story. 啊!很無趣啊!很無聊啊! 我覺得你可以說拜登他的兒子的電腦有很多東西 但是無聊嗎? 大量吸食骨科研,各式各樣的嫖妓 上百萬的跟這個國外政府的官商勾結 我覺得全世界應該都認同還蠻有趣的 這邊講的東西竟然沒有變成全世界的大新聞 這整個事件已經可以算是美國建國以來最大 而且最噁心的醜聞以及貪污案了 但是對這些人來說,這不是大新聞 這個筆電門關係到的不只是Hunter Biden 還有目前的美國總統 拜登爛到現在連自己左派的新聞媒體 都已經開始出來自己扯後腿了 對這個人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的尊重 那天歐巴馬去白宮的時候 他跟個跟屁蟲一樣當小丑 國外的領袖對這個手握全世界最多 合資武器的老人不理不睬 現在這些醜聞這些事實一個一個被爆出來 這表示這位300多歲的老人痴呆症的這個政治生涯 終於要結束了嗎? 我是Edan,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們在繼續之前 我們要先來感謝我們所有在Coffee上面的會員 如果沒有你們的加入 這個事工真的是無法持續的運作 你們參加會員的方案可以幫助我們付房租 吃飯、養活 我們這些每天在寫新聞稿的 還有錄製影片這些人 如果你還沒有參加我們的會員 而且你喜歡我們在做的事情的話 歡迎你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資金 可以請到人來幫助我們每天出更多的新聞 或者有更多的服務 不管怎麼樣 你能給我們最大的幫助就是 幫我們在下面留言 打破YouTube的演算法 還有分享 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所以點讚、留言、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讓我們的事工可以每天繼續帶給大家歡樂 好的,我們回到今天開始討論這個 目前美國國內最大的新聞 目前美國國內最大的新聞是什麼呢? 每一間媒體都花了大篇幅 報導了一個我們在首都華盛頓DC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隻狐狸到了國會山莊 開始攻擊我們的立法委員 這所-called Capitol Fox on the loose causing so much chaos the Capitol Police were forced to issue a warning for your safety please do not approach any foxes parody Twitter accounts popping up almost instantly the Capitol Fox responding to police you'll never take me alive Ximena Bustillo says the Fox snuck up behind her I'm good I need to go get rabies shots California Representative Dr. Ami Bera was also bitten his office sharing this photo of the puncture wounds in his suit 對於這個恐怖的事件 恐怖攻擊 這隻狐狸已經在那邊好幾天了 終於悲劇發生了 還咬傷了一名記者 還咬破了一位民主黨議員的衣服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 DC出動了大量的警力 要來追殺這隻可怕的狐狸 必須要將他繩之以法 我個人認為 這隻狐狸竟然在那邊咬政治人物還有記者 他應該要被判無罪 而且還應該要被頒獎給他 事實上就是 我覺得我們需要更多的動物去攻擊這些政客 如果我們要救這個國家的話 當然就是應該放什麼熊啊 獅子啊 老虎啊 野豬啊之類的 如果這些動物把這些政客都... 我個人認為會比現在好很多 我會報這個新聞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是目前華盛頓DC最大的新聞 每一間報社媒體都在講這件事情 華盛頓郵報還拍了記者 跟這個狐狸跟了一個禮拜 CNN NPR 紐約時報大篇幅 而且多篇幅的報導這件事 同一時間 也在華盛頓DC 也有一件事情被爆出來 但是卻沒有任何的報導 對他們來說 這件事情是不有趣的 是無聊的 但是這件事情 如果你有任何的靈魂 或是你有腦子的話 都應該覺得說這個新聞才是應該要被大篇幅報導的東西 這個新聞當然就是我上個星期在報導那個五個小孩的屍體 五個小孩被屠殺 分屍 而且跟垃圾一起被丟棄 幫他們辦理後事的天主教的機構被抓起來的起訴的那個行文 屠殺那些小孩的診所的負責人是一個喪心病狂的王八蛋 叫做Cesar Santangelo 那個pro-life反墮胎那個機構的那個 跟那個診所的司機拿了幾箱醫療廢棄物 medical waste 裡面有上百個被墮胎殺死的嬰兒 其中有包括五位已經完全長好的嬰兒 根本不應該叫做被墮胎的小孩 如果你看到那些照片的話 就可以看到有非常明顯的外傷 他們使用的是什麼夾子然後刀子來分屍這些嬰兒 絕對可以證明這些孩子是被屠殺是被虐殺的 但是DC的警察拒絕調查這個殺人案 拒絕驗屍 甚至DC的市長說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情發生 這些小孩到底是怎麼樣被殺死被屠殺的呢? 沒有人在乎 但是我們早就知道這些王八蛋是怎麼殺死這些小孩了 早在2012年的時候 Cesar Santangelo就已經被錄下來 如果他們墮胎的過程當中 嬰兒不幸的活下來了 這些診所會怎麼辦? 如果在婚禮中有23至24個月 如果是你做的事情可以幫助它 有可能有20-30%的機會 如果你不做任何事 就像你那一样的决定 很少 因为我就是这么恐怕 你苗疑你会逮捕 你会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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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日历 你会逮捕 和你送回事 你会逮捕 我们会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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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ould not help it, let's say.We wouldn't intubate. Okay, so you would make sure. Yeah, we wouldn't do any extra, you know, it's like, yeah, it would be, you know, a person that would be a terminal person in the hospital, let's say, that had cancer. You know, you wouldn't do any extra procedures to help that person survive. They had like, do not resuscitate orders. Okay. We would do the same thing. We do the same thing. 我們做同樣的事. 不是,we would do the same thing. 而是,我們會做同樣的事情. 那這個事是什麼事呢? 就是這個變態殺人狂跟這位母親,當然這位母親是一位臥底的記者,說,如果他的小孩經過了墮胎手術還活下來的話,那他們什麼都不會做,會讓那個小孩自然死亡。 他們會確保這個it,物品,不會活下來。 他說就跟這個癌症末期的病人一樣,病患一樣,等死。 當然,癌症末期的病患是沒有救的,我們現在在怎麼急救,怎麼插管,他們都會死。 但是,我們還是會給他們止痛藥吧,對不對? 不會讓他們死的過程當中不會這麼痛苦。 但是,這些等死的嬰兒不會有止痛藥。 因為你不會把止痛藥給一個不是生命的東西。 只有有生命的人活著的活物,才會感覺到痛苦。 所以,如果你給那些小孩止痛藥的話,其實就在暗示說,其實他還是活著的。 更何況,那些被墮胎的小孩,那些被墮胎還活著的孩子,還是可以被幫助的。 只要一些基本的醫療措施,基本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活得下來。 可以救一個生命,人的生命,神的形象。 但是,他們刻意不去做這件事情。 一個病人到了醫院,那個醫生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讓那個人活下來了,就可以把那個人救活了。 但是,那個醫生什麼都不要做,把那個病人放在一個角落,讓他自己等死。 這個就是他們的醫生在做的事情。 如果有看我們在Odyssey上面的影片的話,你就會知道,這個墮胎的醫生,不只是把那些小孩放在那邊,讓他們等死。 那五名小孩的屍體,頭骨是被捏碎的。 腦子是被管子抽出來的。 是被腰斬的。是被分屍的。 這個是在美國發生的事情。 有人在屠殺,有人在謀殺美國公民。 然後,媒體在追著狐狸跑。 然後這些,medical waste,醫療廢料,會去哪裡呢? 那個運送醫療廢料的公司,名字寫在一台車上。 Curtis Bay,他們的網站上面寫著。 他們會把這些醫療廢料燒掉,變成食用的能源。 他們是一間發電公司,一間發電廠。 也就是說,現在,巴爾地摩這個城市, 是有一部分只用死掉的嬰兒屍體發電的。 你可以去看那些墮胎診所的review。 上面有很多女人,他們胚胎出生的時候, 是活著的,然後就被送走了。 當他們問那些醫護人員說, 他的小孩是不是還活著的時候, 醫護人員不會直接回答他們。 那些被殺死的小孩,plant parenthood, 把他們的器官還有細胞賣去做醫療研究, 剩下的就被放到這些發電廠,燒掉拿去發電。 各位聽的沒有錯,我們正在燒我們的孩子來發電。 然後還有一群無恥的人在那邊說,他們很有同情心, 很有愛心,在為了人權奔鬥。 特別是那些為了最沒有辦法反抗的那些人發聲, 他們就是造成這個無恥的行為這些人。 然後他們每天看著電視,拿著六色旗揮舞, 幫自己鼓掌,覺得自己好偉大。 人類是邪惡的,人類是自滿的, 我們每天都在崇拜我們自己, 我們每天都在稱頌我們自己, 而且幫自己找一堆理由。 我們不相信有一位比我們還要崇高的神存在, 我們可以獻祭我們的小孩,燃燒我們的小孩來發電, 而且認為自己好聰明。 人類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殺死,還有奴役其他的人類。 不只是還沒有信主的人,就連基督徒也是這個樣子。 就連照道理說,要帶領基督徒的牧師也是這個樣子。 有些牧師是認為說,神應該要聽我們的, 要照著我希望世界運作的模式來去運作。 這裡是一間Iowa的長老教會的女牧師, 帶領她的教會來禱告。 我們來聽一下她說的什麼。 O God of Pronouns, O God of Pronouns, We give praise to the Great One, The One who was identifiable as God. I am what I am, you say, The Great They, The Incarnate He and She, The God of trans being. Inpregnating Mary, Fathering God, Breastfeeding God of many breasts, You shatter all stereotypes, Making every single person, Male and female. Male and female, Intersex, Nonbinary, In your image, Exactly in your image. Spectrum, Rainbow God, Who put your promise for non-violence, In the symbol for queer love, Before humanity knew, Because you knew. Who had Joseph, Who could not sleep with a woman, In a beautiful lady's cloak, Perhaps of rainbow colors, Before we knew, You knew. God of pronouns who said, You can call me he or she or they, Whatever makes you feel closest to me. 偉大的他們, The Great They, 這個是這位牧師稱呼神的方式, 新教徒,長老教會, 這還不是靈恩派喔, 聖經上面有一個東西我很難同意, 因為上面說女人不能當牧師, 或者是女人不能講道, 但是我的確認識有很多很棒的女牧師, 所以我在這邊不是在說, 爛牧師都是女的, 我也認識很多很爛更爛很差勁的男牧師, 不只是在美國在台灣全世界你都可以看到, 有牧師把人帶歪, 不符合聖經, 讀神學院出來騙錢的, 但是你通常看到那些很瘋狂的很神經病的教會, 常常都是女牧師在帶的, 像之前那些什麼變性人那個路德會, 這些東西並不是巧合, 原因是因為如果一個教會已經接受了女權主義, 就是會不斷的衰敗, 不斷的墮落, 變成你剛剛看到那個影片那樣子的噁心, 我們在這個影片看到的東西, 是很多教會都有的情況, 只是這個教會被曝光了, 而且特別噁心, 那個女牧師在說的就是, 神是依照人的形象造成的, 不是人是依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 根據這位假牧師, 這個人他根本就沒有資格被叫成牧師, 他想要把神改變成他的形象, 把神的形象改造成他認為人應該要有的樣式, 是完全跟聖經徹底相反的教導, 聖經一開始就說到了神創造的男人, 神創造的女人, 他在禱告裡面還說出來了對不對? 神創造的男人跟女人, 然後停頓了一下, 你這邊會覺得說, 噢哇, 原來你這個腦殘, 至少還有知道這樣子的基本常識啊, 然後他又繼續, 神創造的男人, 創造的女人, 還有中性人, 還有雙性人, 還有非二元性別的人, 其實這個女的在說的內容, 根本就不在聖經裡面, 聖經上面說, 神創造男人, 創造女人, 沒有其他的性別, 而且這個不只是在創世紀才有的說法, 整本聖經一直叫啟示錄, 新約, 都只有說神造男造女, 沒有任何其他的選項, 聖經沒有任何地方說, 嘿, 這裡是第三性, 也是我造的喔, 所以我們在這邊看到的就是, 他在試圖的重新撰寫聖經, 重新依照他的形象, 來創造出一位神, 我們常常跟這位女, 這個女人一樣, 我們想要重新定義善惡, 想要重新撰寫聖經, 認為神應該要依照我們的方式去做事情, 我們不願意看見事實, 我們不願意看見真理, 我們不願意接受我們自己的錯誤, 就算被爆出來, 我們也會處心積慮的幫自己找理由, 來鼓勵自己,稱頌自己, 跟一開始提到那位左派新聞總編輯一樣, 跟CNN一樣, 跟DC的墮胎中心一樣, 事實很噁心, 事實很難接受, 所以我們不報導, 我們不承認錯誤, 我們不願意承認孩子的生命是生命, 那些醫療廢料, 燒了還可以發電, 我們是在做好事情耶, 不但可以給女人自由, 還可以用愛發電, 多棒啊!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事實說出來, 而且真正的去指責那些假牧生, 假教師, 假基督徒, 不能再有什麼, 教會要以和為貴, 教會要無限的包容, 教會要讓每個人都感覺到愛, 教會不是共產主義, 教會不是左派, 教會是事實, 是律法, 因為那個才是真正的愛, 神才是真正的自由, 只有跟隨耶穌, 我們才可以得到完整的生命, 我們要用聖經來分辨善惡, 而不是我們自己來定義善惡, 這個就是我們每個人, 基督徒, 保守派應該要做的事情, 節目的最後, 在這邊感謝我們所有的贊助商跟合作夥伴, 各位可以在下面, 我們介紹影片的區域, 可以看到我們所有的贊助商, Niji Nails, 買IDs, Abounding Glories, 還有神奇傳播他們的資訊, 離開之前去那邊看一下, 購買他們的產品, 不但可以幫助到這些, 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也可以繼續幫助到 AI News, 繼續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